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今天又來到愛情五四三 我們今天的來賓是梅伯 嗨大家好我是梅伯 那你頻道通常是做什麼類型的 我的頻道就是現在目前 就是在做一些短的戲劇 然後之前是在做 易大師說笑話 我對那個超有印象的 因為易大師我超久以前就看過 所以我覺得超好笑 因為我那時候也很愛玩英雄聯盟 你們知道我們是怎麼認識的嗎 我們去上脫口秀認識的 嗯 對 而且你那時候第一次上就 就認出了嗎 我那時候知道你啊 而且你是第一個自我介紹的啊 你知道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我說貝克蘇欸我那時候在看 喔真的假的 我就知道你啊 貝克蘇也來上 喔是喔 我真的好像聽到 我那時候看也會覺得你好眼熟 可是因為那時候很好笑 前一天走鐘獎 你一直錄我欸 你錄了應該三四次吧 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我那時候想 什麼 聽過看過真的你到底是誰 然後到上課的時候 你就說欸 我是梅伯 我忘記你還帶動唱 超屌的 耶沒有 帶他帶動唱 有夠猛 你要三十個字 你要三十個字 讓大家認識你 對啊 那我說幹 那三十個字要怎麼認識你 那我就扮小丑好了 我就說耶 我是阿美 跟我一起念 對啊 然後大家來照做 我覺得超猛 可是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沒有認識我 我就那時候看到 哇 對他是YouTuber 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他絕對是YouTuber 他絕對就是我昨天看到那一個人 然後我們第二次就 欸剛好坐旁邊嘛 然後就聊一下 我說 啊是我開頭吧 你是梅伯嗎 你是梅伯嗎 對對對 我就喔喔喔喔 就認識了 非常的巧合 我是覺得很巧啦 對啊 就還蠻巧 我真的那時候一直看 我那時候洗澡的時候 我在那邊放著那邊 哈嘍大家好 你在洗澡的時候放我的聲音 對啊 哇感覺有點怪怪的 好我們開始今天主題囉 我是閒了 閒聊超久的 開始了 你的影片幽默感啊 你會運用在感情中嗎 會 會運用在感情中 但是我覺得我歷屆的女朋友 好像都不吃我這一套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人來風的 就是比如說我再跟你更熟一點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人更多 可能就會更瘋 就會開始在那邊嘀哈哈 不熟的時候會比較 居緊 斯文 對對對 比較紳士感 熟了可能就落 熟了就直接抓你雞雞這樣 那真的真的 不要不要 我們不會熟了 然後我可能 我在女朋友面前 就是有時候會展現這樣一面 然後他可能就會覺得 我這樣 你很小漢 你很幼稚 你長不大 有一任是可以這樣子玩的 那不錯啊 但是只有他可以這樣 我不能這樣 有時候我可能 他就說 欸 寶貝啊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幹嘛幹嘛 他說 他說 他只是想嗆你 他引誘你 然後就嗆你 對對對 太過分了吧 那一任就蠻有趣的 知道你的笑點是什麼 我會專門講你的笑點 對 但是 我工作的東西 他們都看不懂 所以你跟他相處 就會講他們笑點的東西 對對對 那你通常怎麼去抓他的笑點 對方的笑點要怎麼抓 對方笑點要怎麼抓 對方笑點要怎麼抓 直接戳他嘎之窩 欸 看得下 就是你可能 跟他相處的時候 你可能 會講這個版本的 然後看他的反應 再講這個版本 然後就是發現他某一個版本的 反應特別大 反應特別大 他的套路就是這個 喔 喔 哇 這個可以當標題了 喔 這個可以當標題 如何讓女生 隨時被你逗笑 就戳他那個 戳他嘎之窩 欸 那你都怎麼知道自己喜歡對方 欸 那你都怎麼知道自己喜歡對方 你說我怎麼知道自己喜歡對方 對對對 這太明顯了 怎麼說 就是我只要躺在床 國旗之後 從這沒有國旗啊 欸 欸 不好說 就是 我可能躺在床上 然後 或者是我在平常沒事的時候 然後 一直在想這個人 喔 可是你假如想的都會像是個大叔 怎麼會 我把一個想法 扭斷 當然不會是大叔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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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疑自己的性向 就是異性嗎 那個感覺來了 對 那感覺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只是我的選擇 我可以選擇不要這樣想 對 然後 就會緩和虛弱 可是腳真的喜歡可以去追啊 幹嘛讓我們平衡 哎呀 我可以選擇自己不要這樣 我就不追了 欸 可以追啊 這喜歡幹嘛 欸 你講得太對了 對 那我應該要繼續 還是不能追 人家有老公 沒有沒有可以追可以追 對齁 我太 我太 太不敢了 欸 這樣我錯過很多機會 那會通常你會怎麼會約會 我都看電影 吃飯 嗯 或者是吃飯 看電影 我也差不多欸 然後 那你會做什麼 就是你會做 嗯 怎麼樣的肢體接觸嗎 還是 刻意的怎麼樣去讓 你們直接互動更親密嗎 還是就要真的就吃飯 我真的都沒有自己接觸欸 所以你跟你女朋友在一起 前連 前手都沒有就在一起了 就這樣 前手的那瞬間就是在一起 哇 哇 幹好蠢喔 對啊 就是那時候就出去聊天 然後就 聊到就是很曖昧 然後就後來就是 出去看電影過一次 然後也沒有怎麼樣嘛 然後後來 後來第二次 可能就 也是吃飯 吃了飯 然後就去看夜景 然後 然後前手就在一起這樣 前手就在 不是 親者就懷孕了 不是 哇靠 到感情中 你有覺得遇到什麼遺憾嗎 你覺得 喔好遺憾的事嗎 喔有 有一件事情真的 每次都會想到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是我開始想認識他 嗯 然後我就寫信 寫信給他這樣 嗯 對 然後寫信給他 他就是 一天都沒有回王 那個匱乏來 喔為什麼不回 然後後來 後來他好像隔天就回給我 寫一封信給我這樣 我說我回了回了 好好那 我應該知足了 就這樣 哇靠生小 然後後來他 他下午打掃時候 他就 他就 他就跟他 透過他朋友跟我說 嗯 說你剛好不回 人家都寫給你要回 我說真的假的 我要回喔 然後我就開始回給他 你為什麼不 你感覺都會讓自己 就是明明就有機會 自己先放棄耶 真的喔 我不知道然後 後來開始之後 我們就是 天天都會寫信 很屌 就是 可能今天我就寫完 然後我就 我就到他門口 然後到他們教室 我們不同教室 然後到他教室 然後 然後他就 給他 我就走 然後到 然後下午我就 換他站在門口 然後他就 給我 我們連正面的講話都沒有 真的耶 沒有 然後就一直在寫信 這樣 寫了多久啊 寫了一個月吧 哇 每天 應該是 每天 上課的時候 那個信我現在都還留著 好屌喔 後來他就是問我說 你有沒有喜歡的人 然後 我就說 有啊 要救他嘛 但是我說有啊 什麼的 然後 他說是誰是誰 我說不能講 除非講了 你要請我吃珍珠奶茶這樣 嗯 晚四期的時候 我桌上就有一杯珍珠奶茶 然後一封信 他說 奶茶你要喝喔 準備跟我講吧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後來我就是 後來我就當面就跟他講 當面跟他講 對好像是當面跟他講 他還滿浪漫的 對 然後他就說其實是 喜歡你這樣 然後後來 就見行見你 What 對 這什麼劇情 進來 所以你的遺憾是 你不應該告白是不是 不知道耶 就是可能那時候 說不定繼續那樣下去 我覺得這個繼續下去也只是不了了之 有可能 有可能 對 因為他那時候其實 其實他身高是比我高一點 對 然後後來他有一部分原因說 可能是 外型 身高的部分這樣子 就是 應該不是 可能不是 我也覺得可能不是 對 沒有差那麼多 應該身高還好 對 就是 想要是身高的話 應該不會跟你來信一個月 對 那你有遺憾嗎 我好像把我當弟弟的姊姊 我的初吻對他奪走了 你又把你當弟弟的姊姊啊 對對對 就是我小時候 因為小時候 反正他大了我一兩歲 然後我那時候 好像才17歲 還是18歲 好像18歲剛滿 剛有駕照這樣 很小 然後那時候我學的那些 東西其實 也沒有用得很純熟 就等於是 用出來沒有說很好這樣 那 對姊姊完全沒管用 然後之後我們又一年沒聯絡 所以一年後有聯絡之後 有點管用了 他覺得我不太像小弟弟了 可是他對我的作型 我還是硬要把我變成像小弟弟 就是摸摸頭啊什麼的 然後剛好那天我生日 然後他就說 你想要什麼生日禮物 我說 我沒親過女生 你說你18、19歲的生日 對對對 你真的沒有親過女生 我真的那時候沒有 我19歲叫第一人 所以我前面都是一直被拒絕 對啊 那應該是18歲 我19歲叫第一人 對 然後那時候他其實都在我房間 他常來我家玩 常在我房間這樣 然後我就 我沒有親過女生 他說 你閉上眼睛 然後那時候其實都可以摸他這樣 就是摸他背啊 摸他肚肚啊 摸腰 對我來說那已經是 最大的進攻了 對那時候的我來說 我閉上眼睛嘛 然後我就這樣閉著 然後我記得我是躺著吧 我是躺在床上地 然後大概過了 幹過超久 那每一秒我就想 幹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呢 打派 之後你就感覺有個東西貼近了 之後就 傾倒 然後傾倒之後就感覺有個舌頭慢慢過 哇 啊 第一次就 哇 然後咧 然後咧 然後他就 我們就舌吻嘛 之後舌吻完之後他就 舔我的耳朵 那這也是第一次被舔耳朵 我怎麼就 幹 直接爆到爆炸 直接 頂到了 你知道 因為他整個趴在那邊 抱他 結果 他就突然把我推開 他說 我們不能再這樣子 因為你是弟弟 我們再下去會 呃 做不好的事情 之後我就 可是很舒服 對啊 看他給死路 好 好 沒有啦 反正就是很想下一步 但不行 後續就是他好像就交男朋友 之後就突然不理我 之後我就很難過 感情中你有遇到什麼深刻的事情過嗎 深刻的事情過 深刻的事情過 那就談戀愛 或是追求什麼 我有有一任女朋友 就是很喜歡 講分手 五年吧 哇幹 真的五年 五年對不對 你個性真的幹 超好的欸 我現在想起來蠻好的 突然想跟你當好朋友 他 提過這種分手的次數大概 有時候會講 但是認真的說要給他可以要分的 大概六七次 哇幹那太多 哇你真的個性好 然後 然後我 我前面的差不多四五次的時候 我都會 就是 挽留未留 或者是他可能叫我怎麼樣 我就會去做 哇好討 真的齊趣勒索啊 對 然後他 我甚至還會為他掉眼淚這樣子 對 然後到後面的 到後面的三次之後呢 我已經對分手這兩個字 沒感覺 因為我覺得說 又來了又來了 那你不就是分 然後隔天就好 我甚至會 我甚至學會了假哭 你知道嗎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怎麼講哭 就是 我要跟你分手 就是 就是 因為他怎麼樣 那個人 那個人其實 我其實現在回想這件事 我是覺得很有趣 我不會討厭他這個人 把他寫到斷字 我其實想你知道嗎 超好笑的 我不會討厭他 因為我想 我現在其實跟他就是 就是 有時候還有聯絡 就是好朋友這樣 我回想這件事 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 前面幾次就是 他這個人就是想要 看你受傷 看你難過他就很開心 他就嘿嘿嘿 那時候就是 前面幾次就是哭嘛 然後後來到第四次的時候 我就是 怎麼球都沒有用 然後他就說我走了我走了 然後我就 有點掉淚 然後他就說 哼 好啦好啦我回來啊這樣子 然後我就知道說 原來你要看到我這樣子 一次就是 他跟我分手這樣 嗯 然後我就挽留 我說 步驟一先挽留 喔喔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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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要快 又來 然後他就躲起來 他就先躲起來 我可能轉身去 他說 他說那你去幫我拿什麼 我要去廁所 我說好 然後我去拿 然後他就躲起來 我知道他會躲起來 步驟二這時候就要 用心找 找找找找 然後 你只是在玩遊戲吧 你可能找我會這樣 找不到他 那 後來他會在一個地方讓你找到他 然後找到他 然後步驟三 就是說 要假哭 假哭 我不要哭 那你眼淚有飆出來 有啊有飆出來啊 幹你好錢 你被分手奔到 然後為什麼演哭戲欸 然後後來那一次 那一次就是假哭沒有用 失敗 然後他就說 這次真的不要了 這次我真的不想要跟你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像個男人一樣 我說幹 之前都被你弄成這樣 然後這次說要笑我像個男人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就走了 最後決定走了 我就說 我幹真的好累喔 然後我就 我就騎車回 你瞬間恢復到正常 對 幹好累喔 我就騎摩著再回家 然後就看手機 然後我就開那個 Netpiece裡面看 我就完全 沒 幹真的好笑欸 完全不難過欸 對對對 就是 所以之後 就是遇到這個事情 我蠻深刻 就是關於 就是別人要跟你講 分手這件事情 所以那次就真的分了 那一次 那一次也沒有 那一次也沒有 就是隔天 隔天我那一集在那邊看 我就繼續看了 然後他站起來給我 他說你在哪 我說我在看那一集 我現在要在醫院 你怎麼沒有來 我幹 那你不是說分手了 他不是分手 我說 我好 我現在過去 我還是過去 我說 我說 好好好 你也可以自己關掉 就過去了 我真的是媽子夠欸 沒有沒有 是 但是 之後就覺得 不會 如果這種 這種傢伙 這種傢伙再出現 你說這種對象嗎 就不要了 就是 為什麼要談戀愛 那麼累 為什麼你要拿分手 當作這個 我有遇過 服裝方跟你剛剛說的很像 那張朋友 你對他有多好 我 就類似這種 我往左轉 左轉比較快 可是實際上我右轉比較快 嗯 你趕快不聽我說話 他很控制王欸 就這種的 重點是 那時候分了 你知道我當下會有兩種感覺 就是 好難過 很難過 我在一起好久的女朋友 分了 所以另外一種感覺 我自由了 真的假的 你會有這個感覺 我真的是這種感覺 我就會有這種 我終於不用在每天 他媽的 聽你在那邊靠北靠步的 大二大三 要用鼻子的東西 我已經忙不開了 你還在那邊跟我靠北 我電腦壞了 還在那邊跟我生氣 說今天不是要約會嗎 嗯 為什麼你電腦壞了 要去修電腦 我們今天不是要約會嗎 嗯 可是你要忙閉字啊 我要忙閉字啊 我要畢業 他就在那邊靠北 我那時候就要再 我電腦要去修 那媽又要花錢 我窮學生 我家又不有錢 我窮學生 要去修電腦 你知道你在那邊靠北 所以我還要搞閉字 我都不知道檔案還在不在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畫動畫 那個存檔沒了 要全部重畫 我怎麼下爆 你在那邊靠北 只要靠北就出來 到那邊之後 就到騎到一半 他說我要下車 我要下車講了五分鐘 我就直接騎到那個北車那邊 就停下來 我就看他 然後他就 他就一臉就是 你要我下車了 然後他就 他就下來了 超生氣 然後我就 我就要默默的 冷眼看他 我就說 阿你不是要下車 然後他就 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對我 然後 轉身 S5個說 沒有人敢這樣對我 哩哩哩哩 口罵 學生的時候 是不是五六千塊 對學生的時候 都幹那媽超多 超級多 五六千塊我那媽存了 一兩個月 我就會送他禮物 他要買一個名牌 我還忘了是什麼牌子的 五六千塊 嗯 我送完隔天他在網路打說 我覺得現在好像單身的感覺 唷就是什麼什麼的 然後而且 你知道我怎麼知道的嗎 我是我朋友 他就說 欸你女友 這是怎樣 你們有什麼 我都沒有啊 我昨天才送他一個 幹那超貴的東西耶 他可能沒有多想 然後我朋友在那邊 欸你要不要處理一下啊 幹你啊 我女友跟我這樣講 我 我真的是不行的 對 慫恿了 慫恿了 然後我就 幹好像是耶 你就順便想 我就打過去 欸我昨天還送你這個 你這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不好 然後他在那邊 沒有啊我就沒想那麼多 你們為什麼要在背後議論我 你們為什麼 可是 你自己打在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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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好笑 常常啦 那時候就是 沒幾天就發那種類似 我趕快撐一年半 我就覺得 那時候 人他媽太好 我現在真的是沒辦法 我那一任之後 只要有這種跡象 其實在追求 就看得出來 我就不要了 對啊 那種大小姐 或是需要認同的 我就不要 對啊 太累了 很需要認同的 對 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他就覺得你在否定他的人 對 你沒有屈服在他的美貌 或是什麼 就是一定要順著他 他就會覺得 你 你跟我不是同編的 然後你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大膽 沒人敢這樣對我 呵呵 之類的 聊完了 那這個愛情五四三 很高興邀請到梅伯 那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梅伯的頻道看 就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還有搞笑趣那些 我都覺得很讚 還有 易大師說笑話 你剛剛說笑話 對 樂固心境 你要再推一推 先把它狂推 你要把我粉絲全部丟到你那邊 不用不用不用 這次 有喜歡再來就好 那你把你的粉絲全部丟到我這邊 可以可以互丟 那當然記得訂閱梅伯 那也記得訂閱我的IG之類的 就這樣 那我們就今天節目到這裡唷 大家掰掰 掰掰 比如說騎機車 然後講講講 然後他就不講話 他就在跳車 沒有跳車 超強 我就說阿你怎麼了 沒有阿沒事阿 沒有阿你怪怪的阿 你怎麼 你有辦法說一下不聊一下 沒有啦很累啦 然後我說喔喔好不好 然後我就想說你累 然後我就去休息 然後他就說 我下車我下車啦 我下車啦 我下車啦 流氓阿 沒有我是誇傷 我在誇傷 然後他就說我要下車 我說你幹嘛 我要下車 我要自己回去 你幫我當公司站 我說你幹嘛 我站你回去阿 快到了阿 再十分鐘二十分鐘就到了阿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他就想走路 對然後我就後來 我就好好的停下來 然後我就到 我說阿你怎麼了阿 我要自己回家阿 我說你幹嘛自己回家阿 我再騎就到了 你跟我講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沒有我現在很累阿 我現在要回家 我好煩阿 好像巴一巴掌 就說要分手這樣子 對 然後我 不想跟你在一起 分手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 我就會覺得說 我不想分 對我說你幹嘛這樣 你就好好講 我們直接講 你直接講出來 就是你心不好 我剛剛做的什麼不好 我們可以討論 我說我討論 我討論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拿回來